我其實比較少吃酒店的晚市自助餐 因為始終我介紹的餐廳 多數以便宜價 性價比高做主打 酒店的晚市自助餐 一般價錢相對貴一點 以往通常吃酒店的晚市自助餐 多數都是自助晚餐 直接付錢出來吃 其實不多 我想都是寧寧可數 三五七間比較便宜的酒店晚市自助餐 我今天介紹的這間 我其實之前也吃過去午市的自助餐 性價比相當不足 一百元左右已經可以吃到 今次轉戰晚市 價位當然比午市貴一點 但以酒店晚市自助餐來說 都算是相當實惠 又看看是否合不合大家的口味 我今天吃的就是這個 位於觀塘的自選假日酒店 來這間酒店的方法非常簡單 如果你在觀塘港鐵站來的話 可以在港鐵站 然後轉右,走前三兩分鐘便到了 酒店的外觀就是這樣 上扶手一層 轉個彎就是餐廳所在的位置 我預約了星期日夜晚6時半過來吃 晚市的自助餐是6時半開始 其實因為少許失車都遲了一點 餐廳的環境就是這樣 淺色的裝修都有點格調 以酒店的餐廳來說 不算很大間而已 中間就是葉盤 壽司刺身 沙律前菜小食的位置 上邊還有少許的位置是甜品 我可以介紹的 當然不是貴的東西 那是多少錢? 是428元 都貴的嘛 當然不用了 是428元 買一送一 即是平均一位 200多元已經吃到了 你說是否值得? 是一個市中心 市區 酒店的晚市自助餐 價格上 對比起其他酒店的晚市自助餐來說 真的相當不錯 相當划算 不過當然要看看有甚麼食物 再評論是否值得 好了 我們呢 星期日晚市 人客大概一半多一點 始終這間酒店所住的位置 就是工廠區 假期相對應該會少人一點 先給大家看看這裡有甚麼食物 這裡的食物 除了外面自助區自取的食物之外 每位都會附送一客山蠔 以及一宗燉湯 接著自助區 都是一些大腦的選擇 有這個燒牛肉 刺身 有吞拿魚 三文魚 以及帶子 還有幾款的壽司 另外還有三款的凍海鮮 蝦、青口和翡翠螺 一些沙律前菜小食 好像是一些沙律菜 車尼茄 粟米 青瓜 豆 蘋果 木耳 木瓜 薯仔 配一些沙律醬 千刀醬 另外還有一些冷盤 好像是一些火腿 煙沙文魚 一些甩屎 芝士 配餅乾 還有這款肉 還有提子乾 還有麵包 不過一點都不吸引 只有很普通的芳包 可以漢然做多士 另外還有一款中湯 一款西湯 中湯是菜幹 豬骨湯 西湯是南瓜湯 還有一款糖水 紅豆沙 還有一些葉盤 不過葉盤相對上感覺比較單調 有燒味類的雞 鴨 也有雞扒 還有雞翼 雞雞雞雞 三款的雞 然後有豬手 豬頸肉 西蘭花 椰菜花 還有這款長通粉 還有一個甜品山果的櫃 有菠蘿西瓜 另外還有一些小小件的蛋糕 還有一些杯杯的布甸 啫喱 另外還有一個雪糕櫃 還有一些特色的雪糕 不過是本地牌子 就不是名牌的雪糕 另外還有這個即製的夾餅 不過沒有即製粉麵 即製意粉 這類的食品 那外面食物的選擇 大致就是這樣 不算特別豐富 但是叫做各樣東西都有些 有燒牛肉 凍海鮮 有沙律前菜小食 刺身 壽司 一些冷盤 好像是火腿 煙三文魚 芝士 另外還有麵包 湯 糖水 熱盤 雪糕 甜品 水果 每樣都有些 但整體 我又覺得 不算特別豐富 特別吸引 不過看回價位 都可以接受 但不算很精彩 好了 每樣拿些 開餐 首先 就來每位 附送一客的 生蠔 我們兩個人 就有四隻 即是每位兩隻 這個生蠔不錯 多脆口 都新鮮 不錯 接著也是每位附送 一人一宗的燉湯 不過這款燉湯 不算特別珍貴的燉湯 是排骨 菇菌類的燉湯 清清的 挺清甜 不錯的 不過小小 份量比較少了 看看 除了燉湯之外 外面還有兩款的湯 一款是菜乾 青紅蘿蔔 瘦肉湯 正常的中湯 味道夠濃 材料足 可以的 不錯 接著西湯 就是南瓜湯 正常水平 再來刺身 刺身 只有三款選擇 三文魚 吞拿魚 和帶子 三文魚不錯 都算肥美 帶子 大大粒 都新鮮 吞拿魚 一般水平 整體三款刺身 都算不錯 另外 壽司 相對沒那麼吸引 有些三文魚壽司 腐皮壽司 加州卷 熟蝦壽司 等等 賣相一般 味道是正路壽司水平 不算特別 接著 另一款比較矜貴 燒牛肉 其實刺身和燒牛肉 都是同一個師傅做的 一片燒得不錯 肉質也算挺嫩滑 不錯 接著 冷盤小食 芝士正常水平 可以配些餅乾食 接著 煙三文魚 不錯 有些油香 火腿 這隻偏鹹少許 就這樣吃的話 會有少許鹹 另外這款 外形有點像午餐肉 但實際是甚麼 我真的不知道 亦是比較鹹少許 這個一般 麵包我便沒有試 因為只有荒包 接著沙律 我今次都沒甚麼試 另外凍海鮮 有蝦、青口和翡翠螺 三款水平都不錯 蝦都算爽甜 翡翠螺 大大隻 肉質也可以 青口也是 算是幾大隻的青口 凍海鮮 這三款 另外我覺得相對失色少少的 就是熱盤 配搭不太吸引 有燒尾類的雞和燒鴨 普通水平 這個不算特別 不過除了燒尾的雞 還有雞扒 雞扒 還有雞扒 還有雞翼 很明顯 這些成本問題 三款都是雞 雖然三款雞的做法 都有點不同 但始終三款都是雞 相對單調了少許 而且熱盤的選擇 其實都不算很多 雞佔了三款 如果給我 我想應該要考慮不同的配搭 然後 豬又佔了兩款 相對就不夠特色 這個雞翼 都是普通的 一般 另外豬手 大大塊 都夠味 都入味 可以 接著 就是這個 椰菜花 西蘭花 正常水平 都爽 另外這個通粉 是外面唯一自取 相對是飽套少少少的東西 大家如果只吃外面的東西 覺得不夠飽的話 可以加錢 配一個主食 大家可以看下 那個菜單 參考下 如果想配上主食的話 就要多加50元 就配一款 選擇 就是這裏 好像有些大脂蘑菇意大利飯 香煎爐魚配新鮮的食材 西蘭牛扒配薯仔 和新鮮的食材 還有這個法式羊架 配薯仔 和新鮮的蔬菜 全部都是加50元 一客 不過我們今次就沒有加了 純粹是吃到外面自助區的食材 除了幾款雞 還有兩款豬 就是豬手 和豬頸肉 豬頸肉 算是可以的 都爽口 味道不錯 好 豬手 亦都夠入味 夠軟 都可以的 不過就相對真的有些單調 三款的雞 兩款的豬 另外的菜 就正爐水平 通粉 都可以的 再跟著 就吃完它的甜品 和水果 甜品 就是這些小小件的蛋糕 都軟熟的 不過就不算特別 好特色 都是很普通的蛋糕 另外還有這些 一杯杯 不過就有少少酒味 我就不太喜歡 跟著 水果 就有菠蘿 西瓜 菠蘿 少少酸 西瓜 正常 最後 就吃完雪糕 這隻牌子雪糕 我第一次見 它主打是一些特色的味道 除了大陸的巧克力之外 還有這隻少見少少的椰子味 還有這些相對特別一點的 龜苓糕味的雪糕 和這個類似的涼茶味的雪糕 我們每款都試了一杯 龜苓糕的雪糕 真的好似吃龜苓糕的味道 挺特別 大家如果喜歡吃龜苓糕的話 不妨拿杯來試試 真的挺有趣 涼茶的也是 吃得出涼茶味的 相對特別一點 有興趣的話 不妨試一下 另外巧克力和椰子的味道 都是正常的 還有這個紅豆沙 這個 紅豆夠軟的 甜度都可以 但是不算是煲出來的起沙 普通 另外這個夾餅 大家可以把雪糕加進去 都不錯的 飲品 沒有任何飲品 每位跟一杯餐飲 有普通的咖啡茶 蘋果汁 橙汁 我們就點了一杯 檸水和蘋果汁 正常水平 整體來說 這裡 價格上 是划算的 食物選擇 很豐富 又不是 但沒有選擇 又未去到 不過 總是覺得有點單調 如果在食物的配搭上 尤其是熱盤 花點心思 豐富一點 不同的配搭 我相信會更加吸引 因為很少可 酒店自助餐 我吃了一個小時 已經不知想吃什麼 這個真的差一點 但整體食物質素 可以的 未去到很高質 但看看價位 基本上是坊間 酒店晚試自助餐 一半都不到的價錢 其實是相當超值的 始終一分錢一分貨 二百多元一位 想吃五六百元 六十八元的質素 我又未去到這樣的期望 所以合格的 性價比也算不錯 大家如果想吃一個便宜一點 食物質素也不錯 不過又算是在市區的 酒店晚試自助餐 這裏的確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賣單 每位四百二十八元 不過買一送一 即是四百二十八元 再加一 不過加一 兩位計 加多八十六 總共五百一十三個六 平均每位二百五十多元 而酒店晚試自助餐來說 真的算多划算 各類的食品都有 性價比相當不錯 都推介大家來試試看 不過提提大家 這個賣一送一優惠 限時的 要預訂的就要快 因為不知何時才會再做這個優惠 不時會有不同的優惠 以今次的賣一送一優惠最划算 這個賣一送一優惠 應該Walk-in就沒有 要網上訂位 他就要你先付每位一百元 Deposit 不是就這樣訂完位就算 這點大家要留意一下 下次再和大家試吃其他東西 拜拜